从事鉴定工作 我诚心在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服务的时候 我就跟台北市鉴定中心 谢松散这位居士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 他是台北市鉴定中心的 建设中心的主任 因为我们常常一起开会 他跟我感情也很好 我们都学佛的 我就跟谢松散主任交换意见 我说你一天 一天有时候会很多行案会发生 会冰暗 我说你到现场去看的时候 你会不会相信我们智慧的力量 清静心的力量 他说他相信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位谢松散主任 他从事建设工作三四十年 他本身很有善根 他是吃素的学佛人 而且他不喝酒 他也不吃肉 他不喝酒 不应酬 不吃肉 而且他本身又学佛 所以心非常清静 他也练佛 他就跟我讲 他说每一次发生重大命案 到达现场 他当然第一个动作 他会先练佛 回向给被害人 他因为被害人到现场有时候凶杀案子 可能就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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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破长子就落出来 那死相都很难看 或者是上吊自杀的 或者被毒死的 那死相都不好看 那我们这个谢主任就很慈悲 他一到达现场 他首先他会先心中默念佛号 回向给这个王者 希望他能够得到超生 能够放下 惩恨 报仇的念头 那后来呢 他就跟我讲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 因为你念佛 你吃素 你不喝酒 不吃肉 你会不会发现 你很容易发现 别人看不到的政绩 跟诸书马迹 他跟我讲说 Cheers